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澳洲批港人移民 25年来最多 暗淡十一 北京亦取消灯光秀 习近平打虎过节 富正华落马 老巢客坏 肃清流毒 国商日英美集会游行 港人表心声 赵美政治问题排首位 25位劣职艺人 阿镇东罗志祥入列 十一万晚舟引发的爱国潮去哪 离奇 几百只乌鸦突然集体暴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安法申后一年间 澳洲批4312港人移民 25年来最多 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据 港区国安法在去年6月30日公布新校 由这一日起计一年间 澳洲向香港公民批出 4312个永久居留签证或移民签证 较之前一年大增近两倍 也是澳洲在过去四分一世纪批准最多 港人移民的一年 令香港一约成为澳洲批出移民签证第八多的地区 澳洲传媒报道 内政部在今个月下旬公布的数据 是由去年7月1日至今年6月30日 在一般移民计划下发出 人道签证执不计算在内 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据 港人获批移民澳洲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前后属高峰 在1996年至98年 每年都有大约3,500人移民澳洲 但仍然不及得上上一个财政年度的4,312人 自1988年至89年度起 每年移民澳洲的港人维持在1,000至2,000人之间 即使到了已经爆发反修例运动的 2019年7月起的2019至2020年的财政年度 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仍然只有1,391人 但在《国安法》生效后的一年 港人移民数字就大幅增加了210% 数据又显示 上个年度移民澳洲的港人 大部分是透过技术类别移民 有3,265人 较之前一年大增超过3倍 但值得注意的是 有1,047人以家庭及儿童的类别批出 增幅高达76% 流亡澳洲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 许智峰向当地媒体SBS表示 港人获澳洲移民签证急增至历史高位 其一是澳洲是港人热门的移民国家 其二就因为香港政治社会制度急转直下 以及澳洲政府为香港移民引入被封港政策 他俗称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 不少人都面对清算的刑事后果 急需离开以保障自身的自由 另外 一些有年轻小孩或子女就读中小学的家庭 更是希望举家移民 有移民顾问向SBS表示 医疗卫生行业是港人最多获批移民的职业类别 包括医生和护士 其次是资讯科技 以及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等的工程行业 电科蔓延 北京也取消11灯光兽 继广州、深圳和上海后 北京也宣布取消事关中共门面的11灯光兽 同时北京也打住计划检收的旗号 发出大范围停电通知 在10月2日 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全市节能节电的枪议书》 枪议书共有6项 要求全市党政机关带头节约用电减少照明 服务行业减少使用或停用大功率用电设备 工业用户错封用电等等 枪议书的第二项是全市暂停灯光兽 缩减夜间警官照明时间 枪议书没有提缺电 称称折约用电是因为枪讀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等等 另外国家电网北京市公司日前也发出公告 市内部分地区由9月27日至10月8日计划停电 范围涵盖多个行政区 停电时间由4至11个小时不等 公告同样未提及缺电和限电 声称停电只是执行计划检收 北京过了一个暗淡的节日 习近平打虎过节 傅政华落马 老巢客外 宿称流毒 今年11日 习近平打虎过节 中共前司法部长 610主任傅政华被调查 中共司法部北京市公安局都表态支持 傅政华早年曾操控北京公安 迫攻习近平 北京市公安局这次紧急站队 引起外界关注 10月2日 傅政华被捉当日 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专题党委会议 通报傅政华被进行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和傅政华坚决划清界线 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 全面彻底肃清傅政华流毒影响 释放出强烈的整肃信号 10月2日上午 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专题党委会议 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经营多年 早年曾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副处长 兼大要案队队长 2005年 傅政华从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调回北京市公安局任副局长 2010年2月傅政华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同年7月他成为北京市委常委 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在2013年8月傅政华调往公安部 可以说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经营多年势力复杂 傅政华被捉后通过北京市公安局上述表态 显示傅政华的势力将面临一场大清洗 在2018年3月傅政华突然转任司法部长 当时外界舆论热议 这是傅政华落马的先兆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颇对大纪元表示 之前已经沸沸扬扬说傅政华要落马 2018年将他从公安系统调到司法系统担任司法部长 也是调虎离山 等时机成熟再收拾他 我想这个时候就是高层认为时机已经到 开始下手了 华婆还说整个官场都在大整宿 在现阶段 没有哪个官员是绝对安全 尤其司法系统 江派人马把持当年 习近平肯定是要落重手清理的 国商日英美集会游行 港人表心声 今年十一国商日 香港人在国安法下失去最基本的表达和集会自由 但流亡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 将抗共精神带到世界更多地方 英国 美国和台湾都有人发起国商日游行抗议活动 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反抗 《立场新闻》报导 在10月1日这日 伦敦 利物浦 曼切斯特等城市都有港人举行示威集会 在伦敦 香港揽炒团队联同其他港人 藏人 维吾尔人团队举行联合集会游行 大会指有大约1000人参加 参加者先在伦敦市中心皮加地利维集会 参加者Winney表示 十一这一日对香港人来说是不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想起十一 只会想起中了实弹的健仔曾志健 他希望透过参加集会 告诉世界和中共政府 香港人没有忘记这件事 遭到香港警方通緝的揽炒巴刘祖迪就说 被中共打压的受害者团结一致举办今次的集会 放大大家的声音 让国际社会更易听到 他也希望海外的港人共建香港民族身份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刚刚从美国游说之行 回回伦敦的前立法会议员 罗冠聪也有参与集会 他在脸书写说 继续以集会游行凝聚港人力量 令港人能够在10月1日等 别具象征意义的日子聚集 提醒各位同路人仍然在 必须对抗中共对民主自由的侵害 集会后 示威者再经牛津圆环游行到中共驻英大使馆 有示威者在使馆外放衣无弹 亦有人焚烧五星旗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习近平的肖像 被警员制止和警告 亦有示威者用镭射筆借向大使馆外墙 和闭路电视镜头 在英国利物浦团体Liverpool's Dance with Hong Kong 亦有举行集会 呼吁参加者用纸写下想对中共说的话 又在街道上展示标语 向图人解释香港的情况 而在英国的曼切斯特 10月1日就有港人在皮卡迪利花园举办集会 主办人包括香港前屯门区议员曾振兴 和前温仔区议员张嘉莉 活动有过8人出席 曾振兴呼吁在英港人在日常生活 也可以保存和输出自己的文化 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连结 让英国人都了解香港局势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当日 梁仲恒等海外港人成立的Hong Kong Liberation Coalition 就有数十人去到美国华盛顿首府 中国驻美大使馆外示威 同行的还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等 他们在大使馆外先用刀割破中共五星红旗 然后由流亡美国的香港抗争者协助燃点 并焚烧红旗 梁仲恒说 对中共的不满发泄过后 港人和国际社会还要采取实际行动 包括抵制北京东奥 照媒政治问题排首位 网传25名劣绩艺人 阿振东罗志祥榜上有名 大陆整顿演艺圈动作不断 最近网络出现一份疑似从官方部门公布的25位劣迹艺人名单 以全渠道封杀问题艺人 共分为政治问题 违法乱纪 失德失范等三部分 日前被官方点名为劣迹艺人 作品被下架的赵薇 被归为政治问题类 并位于情处榜首 而今年涉及强奸的歌手吴亦凡 前几年逃税的范冰冰 卷入代理任母风波的郑爽 吸毒的柯震东房祖明 张默等艺人都在第二类的违法乱纪 而在最后一项失德失范 就包括去年被周扬清爆了劈腿 多人运动的罗志祥 还有爆出婚爱情的金马影后李小路 文章吴秀波等艺人 这三类共25名艺人 全部都是曾经在演艺圈呼风唤雨的一线艺人 不过这个名单未获证实 赵薇自8月26日 没有预警被下架所有影视作品 并被点名为劣职艺人 神隐20日 直到9月初才被网民目击 现身老家模糊市 虽然面容潮水 但仍然出笑容和民众合照 今年在中国娱乐圈动荡不安 已经有多位艺人 被以翻舊帐的方式遭受调查、惩治 当局持续加大管控力度 令以艺圈人人致艺 相关单位清明单上的25位艺人 将面临全网封禁的待遇 中共官方也明令劣职艺人惩处升级 包括对违法失得艺人的惩处 禁劣职艺人转移阵地复出等等 十一孟晚舟引发的爱国潮去了哪? 中国国庆了 气氛有点冷淡下来 前两天随着孟晚舟回国 以及接种而来的拉杂断电 在中国某些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爱国高潮 这些反应本身就很奇怪 孟晚舟和爱国怎会扯在一起 发生大规模电坊本来就是灾难 为什么会使这些爱国者兴奋? 社交网络上有不少疑问 关于孟晚舟 有人认为北京当局全力以赴抢救他 派转机去加拿大接他 习近平亲自部署 甚至不惜搞衰和美加的关系 严重损害中国在世界的形象 倒是为了他 孟晚舟感谢党 在机场致辞两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这个好像不难理解 但那些打着环幅迎接孟晚舟的人群 和网上情绪高涨的人 他们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中国知名时评人李承鹏就很形象的描述 华为公主坐政府专机回国 一帮连防派都供不起的人 为一个座佣四套外国豪杂 兼拥有外籍儿女的人欢呼 这种伟大无私的爱 只好做一个诚语 第九天祥来形容 狗是韭菜的狗 地溝油韭菜命 注定做廉价长工 满网插平 今夜我们都是华为人 不要我们我们啦 其实你是那个交不起房租 认不到女朋友 早餐不敢加两只茶叶蛋 连华为荣耀都买不起的你们 你配做我们吗 你才是那个人质 是去砌血肉长城的那块砖 不知从什么时候 这个善情二毫无逻辑的句式开始流行 地震啦 今夜我们敏村人 疫情啦 今夜我们都是武汉人 大水啦 今夜我们都是河南人 爆雷啦 今夜我们都是恒大人 不是今夜你是一个可怜人 还有人评论 他给古天乐有钱 他没建一座希望小学 他给韩雄有钱 他没去灾区救了一次灾民 他给元立有钱 他没帮助过沉废病人 如果这样都算民族英雄 你让为国捐区的先辈颜面何载 还有人说 资产阶级回国 无产阶级狂欢 一大帮无产阶级 热烈欢迎一个大资产阶级海归 还有接下来 中国发生的停电限电 大面积电方 很多人很多企业都是受害者 为什么还有人叫好 以为亲爱的祖国在下大棋 在为美帝国主义输出通胀 这种爱国的反应在中国也引起很多人反感 李承鹏评论 近日神州大地突然大面积无预兆停电 工厂停产 居民煮不到饭 手机无信号 23人因停电导致煤气中毒送入医院 甚至大马路上红绿灯都突然失灵 按我们自小从货本上学到 利国利文的三合工程会让国民用上取之不尽的电 我国发电量排名世界第一 是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 忽然不单只工业 就连居民的基本生活也难保证 正是打脸打到啪啪声响 重大环回音效 但八千门却说 这个是国家在捉一盘大棋 是为了在大中商品定价战和金融战中 战胜美帝 让他用不上我国的廉价产品 这个逻辑就是 你为了让对手吃不下饭 就亲自表演食屎 停电让老百姓无心情过节 当然也不止是因为停电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自由亚洲通过推特平台 邀请中国民众发表对国庆的感言 结果得到的反规多数都是无法为此感到自豪 有位推友甚至说 没有自豪只有自豪 豪叫的豪 遇到问题没有法子只能自己哀嚎 离奇 几百只乌鸦突然集体暴斃 近日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乌斯塔卡村 发生了一宗离奇事件 几百只乌鸦离奇集体死亡 尸体从天而降 遍地都是乌鸦尸体的画面 就好像末日场景 让当地居民感到很恐慌 综合外媒报道 乌斯塔卡村现在每天仍然有几百只乌鸦死亡 当地居民称周围都是黑乌鸦的尸体 官员们忙于清理乌鸦尸体 一部分尸体已经被送去化验 其余就以火化方式销毁 护士塔卡村兽医部门的首席医师 弗兹利亚金接受采访时说 有关人员已经针对死亡乌鸦进行测试 以厘清导致他们大量死亡的原因 目前没有其他鸟类或者动物受到伤害 弗兹利亚金说 我从1975年开始从事兽医工作 这个还是第一次我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很震惊 他怀疑乌鸦是被毒死的 我们现在比较倾向是中毒 但中了什么毒还未清楚 检验结果将会确认这一点 鸟类学家亚洛夫斯基也指出 如果乌鸦是中毒 他们可能是吃了杀虫剂 例如是吃了垃圾堆田区中毒的老鼠或田鼠 也可能是误食发霉的谷物废料而被毒死 乌鸦离奇暴斃的消息传开后 有不少网民怀疑是末日来临的先兆 还有人认为这么大规模的脈肿死亡迁徙 可能代表某种大自然的灾难即将发生 据英国媒体《太阳报》报道 十年前在美国阿肯色州 就曾有几千只鸟类尸体从天而降的事件发生 并在当地的一条溪流 发现十万条淡水石手鱼的尸体 自此之后 世界各地动物大量死亡的事件陆续被报道 有人认为这些场景就像种群没势启示一样 对此专家指出 每个地区的案例可能都有它各自的解释 政府的秘密实验 地球刺激移动 人类活动产生的毒性造成各种奇特病症等等 都可能是造成动物短时间内大量死亡的原因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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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